童老师您对丹阳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善良 然后就是特别热心帮朋友的忙 有求必应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 然后心直口快 在家里呢应该我觉得就是说 我了解她在打电话的时候 经常就是觉得家里家外一把手的感觉 有的时候特别 有的时候接上电话就 你就觉得我们在外边演出 你就会听得经常在一路上 这一路不停啊 一会儿宝贝啊 放学了吗 放学了 听阿姨话啊 然后你给妈妈读一段那课文 然后我也不懂英文呢 她就能够很大胆地 给她朗读她的学过的 给那孩子课文 问题还用英文 在我听来 就是带着四川口音的英文 还有这个本事啊 对 然后呢 马上话题又转了 那个外墙外立面 那个颜色不对 你得给我换 然后 再得往前挪二十公分 这点事都做不完 你看看我 你就感觉她是里里外外 就是一把手 就是什么都能关照到 然后又要搞 接很多的工艺演出 她是一个积极向上 特别勤奋的一个人 是 我们专门找了一段啊 应该是大概有十年前 您二位合作的一个片段 咱们看看啊 岁月都带给了我们什么 来看一下 可不是吗 十年了 十年了 一年了 你看那种感情不胖一样 对 那种感情不胖一样 一脉溜溜溜的摊游 月亮弯弯 台上溜溜的摊游 一脉溜溜的摊游 人才溜溜的摊游 二来溜溜的摊游 回答溜溜的摊游 回答溜溜的摊游 月亮弯弯 回答溜溜的摊游 十年了 十年了 这是我2011年 担心向阳 担心向阳 在人民大会堂 搞这个大型演唱会 那次我把他请来了 他真的是二话没说 这就是特别肯用 其实丹阳我今天才知道 你还被评为是十大孝子 是吧 对 您知道吗 他对爸爸妈妈什么的 对 就是他爸爸妈妈在 我的妈妈 他爸爸妈妈都给 揭北京揭到他家里 都很熟 您还见过铁心老师爸爸妈妈呀 见过 见过 然后也经常嘱咐我 就是说 你看我爸爸妈妈很早就走了 然后这几年 就是我想尽孝心的那个机会 都没有了 其实我就说 我当我走在那个领奖台上的时候 当时是老师说我的这个获奖 词的时候我说我只是一个 代表很多儿女来领这个奖 其实这个不应该是 我们说是要领奖的 这么一个事情 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 是中华的传统美德 对吧 其实我作为一个中国十大孝子 这个频道这个行列当中来 只是代表很多孝子 来拿这个奖杯 让很多人说 其实孝顺父母 是我们应该尽的一份天职 所以说铁心虽然不说 他没有去拿这个奖 他是比拿这个奖的人 其实做得更好 他现在更多的时间就是 因为父亲走了以后 他现在有时候打电话说 搞什么活动 他说今天我就不去了 我要陪妈妈 对我爸爸去年走的 因为他在睡觉当中就过去了 就是特别的走的特别的安详 然后呢 经常想起父亲的时候 就是觉得非常遗憾 就是连给爸爸滴个药片 输杯水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我发着内心的 我去想孝敬老人的那个机会 没有过 没有这感觉 总觉得身体都很好 什么状况也没有 早着呢 突然一天没了 你就觉得 半天缓不过劲了吧 对半天缓不过劲 这一年来缓不过劲来 其实孝敬父母 其实也是一种 就是说我们的本能 但是有的时候是 真的是心有余儿力不足 你看刚才说我14年 参加春节晚会 我更多的时候 就是不参加春节晚会 也是很多在下部队 我们一年有100场的 这个下部队任务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 是在军营里面 在我们的各行各业的 服务官兵 服务大众的行列当中 在父母的身边 因为是我在家在四川 我根本不太有可能 随时在他们身边 全靠两个姐姐来照顾 所以说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更多的陪伴父母 这个没办法 这是做儿女的逃渡不了 人人都是这样 是的 是的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 刚好轮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 上又老下又小的时候 所以家家都有一些 这一项的事情